我今天來參加小屋唱友有一個目的 就是我帶了去年我跟我爸爸一起合作的一張專輯 叫做《無聖事歌2》野餐專輯 然後在今天有帶來賣 大家待會可以買來給我簽名 或者是跟我拍照 但是我參加小屋唱友還是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們如果口袋裡只剩下一點點錢 因為我知道學生就是 我也在這邊表演過、比賽過 你們知道我跟黃界第一次比賽就是在這裡 然後第一次的比賽我就是坐椅子 所以我剛剛坐椅子適應的時候 我很覺得好像在比賽喔 所以我就決定站著這樣 那我們第一次的參加吉他社的活動 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起發表了我們那時候剛寫的新歌 所以重新回到這個地方看到那麼多評審 覺得非常的緊張 你們如果覺得好聽的話要多給我鼓勵喔 我的那個內場跟Monitor整體都在小一點點 大概就小20%左右 好 那這一張野餐詩歌專輯啊 是為了要紀念我的阿嬤 因為去年的時候是我阿嬤名單100歲 那我跟我爸爸那時候就想說要紀念我阿嬤 就做了這一張詩歌專輯 用我爸爸的詩來圖曲 那為什麼會講到我阿嬤 因為我記得就是她在81歲的時候 她就發現鄰居小朋友有一台很酷的機器 叫做V8就可以錄影的 那現在大家看可能已經是古董了 可是她那時候覺得很新奇 所以她就叫小朋友到家裡來擺著V8在那個客廳 一個人就對著V8講了三個小時 從她六歲 六歲七晚八 喔我忽然發現有些人昨天聽過耶 我一直在講重複的笑話 六歲七晚八歲沒臭豆腐 十二歲就開始正常 然後就這樣講講講講講 一直講到她81歲 但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直到去年我才想起這一卷錄影帶 把它拿出來做那個除媒 因為都是灰塵 就除媒數位化之後 我才重新在DVD裡面看到我阿嬤 我就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她說了非常多話是想給我們聽的 可能也想要給我的孩子聽 就是想要一代一代傳下去的一些她的想法 我就把它放在接下來的這一首歌裡面 你們想要聽我阿嬤的聲音嗎 好 好 好就要買CD啊 沒關係 小屋唱有 我有Special 今天把我阿嬤帶來了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我先說一下她講的話內容是什麼 她說 她說我們家的那個三合院 頭前看一看 後面也看一看 就是很大的意思 很多人要叫我去家 我敗了 我有什麼要去家 我們就躲得很好 吃沒多多錢沒多多 那她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人其實不要那麼貪婪 我就發現阿嬤很前衛 因為她那時候就已經知道居住正義跟杜根的問題了 所以大家待會也可以聽 我覺得我阿嬤的聲音很好聽 我可能是 我爸爸可能遺傳到她的聲音 那我可能就是遺傳到我爸爸的聲音 這首歌叫《泥土》 最大的歌曲欸 我可能是很貪婦 和我可能就是遺傳到他 你這樣聽到一下 你不喜歡看一大聲弦 但我也是一生的有色眼 你不喜歡看一大聲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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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道你不喜歡看一大聲弦 你不喜歡看一大聲弦 你不喜歡看一大聲弦 你會看一大聲弦 ?你不喜歡看我的東西 泥土親密偉伴的母親這樣說 水高啊是我的小三點 其中是我的便宋 天堡啊卡是我睡到的臉書 日日從日出到日落 不知道疲倦的母親這樣說 清涼的風就是最好的電風 中山不是最好冠的風景 最小的家鄉是最好鐵鍋 最小的家鄉是最好鐵鍋 最好的 military 神家名快樂 怕怕怕怕 你說 很多人的意望說 給我賺錢一百萬 我們內地放棄 我們就吃五六菜 吃五六菜 我們就要跟你講 好大路 什麼路 好遠 都好大路 我們就要靠近 靠近了 我來跟你講台語 我今年 我今年 都要靠近三年五十五菜 我二十一盒 跟你講台語 幾卷的母親 這樣說 清涼的風 就是最好的電風 在我算是最好的風 的風 最像个家乡是胸和铁锅 最像个家乡是胸和铁锅 最像个家乡是胸和铁锅